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欧巴冠军 作客曼城 英超冠军 欧洲盟主 现在最有力量的 这三场作客里 特别说曼城 因为我们三场球都没有了澳队 但是曼城又何尝没有了迪布尼呢? 昨天没有了迪布尼 但战力仍然在 阿仙奴昨晚有看过那一场球 我只能确认 看完三场球之后 欧洲的赛制打得不一样 靠阿拉雅的陈九 但阿仙奴的欧洲赛制是不知为何的 去年也是这样 今年也是这样 打得不一样 其实你每一场都很重要的 变成有点击 好了 二次赢的球我都不用说了 也是头锤 昨天那场球 反而你看到他的阵容的深度 其实我们昨天有几个球员 虽然说 阿怀斯复出了 后防阵型又变过 但是你说这样 在四十几次上半场 臨完场的时候 托沙拿了箱 王一航出场 下场你就预了是这样的情形 所以我见到斑马杜思华说 你这样打 没人想赢 喂 作客曼城 打小过 那你还想他怎样 他也不是说没有 想打一刀 或者有些想传上去 真是问心一句 你不如说你曼城很差 我觉得没必要串嘴 但是昨天那场球 我作为阿仙奴球迷 或者我不是阿仙奴球迷都这么说 我是收货的 虽然临尾当然是美中不足 不如追回河 但是要起几十次脚 但是我觉得曼城 我由始至终都这么说 我觉得这两届的曼城 做完再无敌也好 那锐度是低了 包括后防 不知是否始终是老了 或者年纪大了 锐度是低了 其实昨天这样 你说他没有低度的话 你只能证明阿仙奴是进步很多 以前我们去到是必败 上届我们对着 作客对着 李曼城已经是打和 昨天差一秒 或者昨天基本应该赢了 我又不觉得是 因为他说保持七分钟 你之后又有些知之助 保持八、九分钟是可以的 其实是保持两分钟 但是你没办法 九手必失 终于 波子基就撞到诺斯东之路 给他追和 拿了一分 但是很确认 今年的阿仙奴 仍然是争霸组 你问我看到现在 看到现在 不过几长波 很难说 都是三队争 又是两队 加半队李物浦 半队李物浦 半队李物浦 两家素 不是 他人脚不够 你现在终于看得清楚了 就是什么呢 喂 原来 我们经常说 那个版本深度 当你的深度后面 原来已经是耶稣仔 他昨天OK 昨天他扭球 两下都扭赢了 班牙道斯说 你那个深度 其实真的重要 你的版本深度 哇 你那个意大利仔射入 世加坡的名字 什么名字 什么费拉 不知道什么 奥利 哇 那球球你可以说 除了第一角球 塞位之外 他OK 又敢引波上去 现在其实我看回 因为他突然出来 欧洲国家球 在意大利的评价 直接觉得他是马迪尼之后 但是22岁 OK 那 天巴打右边 OK 是吧 那你变成了 你后备也要有这样的阵容 嗯 中场 那 那 那个 西班牙城的 米 什么 年路 他又伤了 我还没出 但是现在 喂 拍棋仔 OK 叫他打得昨天 是吧 他们全部是将士用命的 我们没什么责任的 是他们争的 好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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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一如过往 最初的时候 真是贵初 如果你们两个 接着可以连书十场 可以 舔一舔 那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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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看他 但是看比资 似乎生了很多 除了第一场输 又给曼城之外 嗯 他都是四 即是五战四勝 有没有机会他针标 车仔 车仔就应该不行 但是他是 是不是针标 我不敢说 但是肯定是搞局分子 反而曼联真的令人失望 你不是说 是 曼联会不会针标 喂 你又吵架啊 哪个 喂 其实老实说 你拉书福特 喂 喂 刚刚他进入球 你又不能出去 说轮换 搞什么啊 就是你有这个 不怪得呢 你有没有发觉 我们那些网友 就是那些曼狗 痛恨 啊 江头佬多 我们好想多 就是每个都要斬脚 又要斬手 那些都要斬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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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大两行 好了 好了 这个题目 欧洲政府是否向右转 算不算啊 不算啊 不过 是有这个苗头的 荷兰如是 又说什么推出 什么什么 欧盟移民政策啊 匈牙利如是 意大利啊 遣迁返 非法移民 立即啊 德国都 开始啦 又加近了 边境观济啦 瑞典 又限制他的庇护政策啦 喂 其实都是有些 那这些无事的 真是很正常的 因为当你去到的生活 发觉有些 那些不对路 啊 他未必是全面换国 但声音越来越大 在这个时候 如果你留下了 那你看看美国 国庆已经恶族了 你说今年11月 选举关不关键 喂 原来现在开始投票了 原来 游记那些 是的 投的啦 共和党都呼吁了你 投啊 这次 那你问我呢 如果没有古灵精怪 就应该 特朗普的机会都大 我今天呢 昨天跟大家 用这个 啊 起挂 找谁 你是谁 起了封少豪 有谁 那 他真的起了 是 没得输啊 特朗普 即是封少豪起了 那挂港 是啊 没得输啊 但是接着怎么样 会不会乱 有些乱 其实你说哪个选都乱 有些乱 有些乱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 他上次讲特朗普会议 第二次被人暗杀 成功的 他上次讲 有中的 我现在很疑有没有第三四五次 他没有说 他没有说 没有啊 我没有问我 就是赢了 赢了 很firm啊 但是好像个个都说特朗普贏 就是看风水 上届都说特朗普贏 不是 即今届那些 不是上届就 不是前届都说 是希拉里赢的 上届都说特朗普贏 是 前届都说希拉里赢的 上届你别说 好了 好了 这件事真是麻烦了 所以我不明白 这件事 你说又牵不牵涉到过去呢 你问我 当然 有关系啦 美国十五岁的少女 Carly Grubb 涉嫌在三月 枪杀她的老母 四十岁的亲生老母 Ashley 和司徒沙海继妇 阿休 法庭裁定罪成 十五岁的她 被判处终身监禁 她被指犯案之后 还叫朋友去她的家 看她的老母 首先 十五岁的终身监禁 起码在这里判了 但是有没有可以假释呢 可能是可以假释的 要看当周的法律 有些配几百年也好 都可以二十年 二十年就放出来 阿Carly被控三控罪名 全部罪名 包括枪杀她的老母 导致继妇阿休受伤 还有犯案后意图 藏起闭路电视镜头 使得破坏证据 首两項罪名 都被判终身监禁 第三項罪名 藏起闭路电视镜头 判十年 检测方说她毫无悔意 更要毫无悔意 根据闭路电视 Carly當日拿起那把枪 走去妈妈的房 然后开枪打死她的亲生老母 之后她就拿起妈妈的手机 向她的继父 我的stepfather 發短信 要求她回家 然后趁她的爸爸回家 就向她开枪 继父最后受伤 子弹拆过她的肩膀 她作证的时候说 在女儿开了第一枪之后 她就捉住那把枪 然后呢 将那把枪 在Carly的手上扭开 很容易 如果你们捉住 就很容易 女孩子插槍 一扭开 警方又说 Carly在犯案后 还邀请朋友 去她家看妈妈的屍體 美国媒体说 其实案发前 不久的年初 即是今年年初 Carly的老母 Ashley和她的先生 得到 即是继父 她女儿的继父 吸毒的事情 因为 老母 知道 那女儿 即是老母和继父 知道那女儿吸毒 可能会对她 嫌疑了 嗯 而因为那女儿 第一 你对我嫌疑 不让我吸毒 世事是假的 第二 亦都是因为她剃了 所以那女儿 半痴迷 所以就会做什么 惡行 她做这个惡行 杀她老母的时候 究竟是不是 因为 吃了东西 不知道 但是如果 她吃了 尤其是那些 分泰尼 或者那些 很多化学 很贵的毒品 那是破坏了 她的大脑神经 她平时的思考 可能都是迷的 嗯 她做了这样的事情 好了 那这件事 和主具有什么关系 就是在说 law and order 首先我不太明白 为什么那些鬼佬 那么喜欢瘤酒和迷食 你们可能会有民族的DNA不同 但是 是不是有人 真的 只眼开只眼闭呢 对着这些毒品 愈者急毒很多地方 是啊 但是 所以我真的 反而 我真的觉得 是否 亚洲社会 做得更好 你看 新加坡 泰国 大泰国 自己一进霸 大麻 就是中中中 一件事 真的就打你把 了 那当然 那当然 很大问题 难道共和党 没有人吸毒 有 好啊 都会有 但是law and order 那你觉得 賀錦麗 政府 我那天 是我听到的还是 太朦朧 因为我不是经常听到的 萧生又说 会支持特朗普 是吗 那就是说笑 不是 他意思是这样说 他说特朗普会搞到经济差 蛤 那你觉得 就是问题 如果现在 我先不说特朗普会搞到经济差 或者意思就是 民主党会搞到经济好 不是我只是想说 喂 去到现在这样的时候 甚至乎有些经济可能都不是最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做大佬 你为什么能做大佬 他一定要有自己的基础 去到自己的 你怎么做大佬 你这几年这么多事 就是因为别人看到你 你这么想 我还不搞你 包括甚至乎基础 你怎么动摇你的美金 嗯 你宾州好吗 喂 好 明天再说拜拜